欢迎来到我的游戏频道 今天我们继续给大家进行宝可梦水晶全流程攻略 之前我们已经打了14个道馆了 然后我们现在还剩下最后两个道馆 我们这边来到了我们初代的家里 然后之前在那边小茂是不在道馆 我们得到红莲岛去找他 我们先开一个喷雾计 能够在路上不遇到精灵 省一点时间 最后两个道馆的话呢 还是有点占用时间的 我们争取今天打完这两个道馆 然后顺便走一下白银山 之后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直接去到我们的白银山上 然后遇到小赤 然后也不叫小赤吧 赤红 然后我们最后做一期打赤红的视频 争取在两集之内把这个视频做完 我们先在这边挥一下血 小茂呢就在这座岛上 我开放大一下这个屏幕 我们现在呢风速国已经练到了50级 学会了神速 然后快龙呢也是50多级 用狐帝也是50多级 然后又抓了一只卡比兽 这就是现在我的阵容了 我得把那个自行车登记一下 之前是用超级吊杆吊了一些精灵 这个就是小茂了 他说我们要继续七个会章 才可以去挑战他 哦他已经回去了 我们可以挑战他了 那我们现在暂时先不打他 我们先去挑战我们的第七个道馆 火系道馆的夏伯 就在这个右边应该是有一个红连岛 没记错的话应该就在这个附近 我们的喷雾机用完了 我们再开一个 哎 按错了 就在这里 这就是我们的红连岛了 夏伯呢就在这个里面 我们直接挑战他就行了 这个道馆呢就只有他一个人 心经魂一呢是重新设计了这个道馆的 是有很多训练师 但是金银里面呢是只有他一个人的 夏伯呢 他的属性是火系的 熔岩蜗牛 他最强的一只精灵应该是风速狗吧 没记错的话 我们就用胡帝直接推过去了 马克马 压嘴火龙 值得一提的是金银里面 他最后的第二张地图的几个道馆 其实设计的 没有太多的花心思吧 但是他能够放进去这张地图 已经是特别特别用心的一件事了 就是当时当年啊 当年玩到这个游戏的时候 我们发现第二张地图存在的时候 那个惊喜真的是无与言比的 因为他的第一张地图已经做得很棒了 我个人觉得 然后还可以玩一个要素 就是回到了当年那种感觉 我们是打败了这个夏伯 然后应该就是拿到了徽章 火山徽章 Volcano Beige 这边怎么出现了一个人 It's over already Sorry sorry 他说这个道馆已经没了 那我们现在就直接飞空回去就行了 我们现在飞空是给快龙学了 可以看到我们是没办法飞到那个城市的 但是那个城市其实也不用去了 我们直接到小茂的道馆就行 这个道馆呢 在初代里面是我们板木老大的道馆 但是在这里呢 已经变成了我们小茂的道馆 我们在这里要挑战小茂 先保存一下 今天这期视频呢 挑战的比较快 很快就把两个道馆打完了 然后呢 我们要去白银山上 然后把那个路线走完 然后最后挑战小智 也不是小智啊 赤虹 老实讲错 这两个 这两个人物呢 虽然很多人都觉得是同一个人 但其实并不是的 小智的话永远是 宝可梦的一个初学者 然后赤虹的话呢 是宝可梦大师 小茂先派出了一只比雕 等级还是比较高啊 我们就用雷电拳 小茂的这个阵容呢 可能会稍微让我们有一点点头痛 因为他的等级比较高 他用翅膀拍击 还是比较痛的 但是我们打他也是比较轻松 他直接也上胡帝了 那么他上胡帝的话 我们就上风速狗 我们有啃咬 但是他的速度肯定是比我们快的 他用意念打我们 可能会比较痛 因为他等级也压了我们不少 打了半学以上 我们有一招神速可以打他一下 但是这个胡帝 他的物防也那么高吗 我们得换精灵了 不然要被他秒了 然后我现在是带了一只交通工具的 我们的巨前蟹 我给他学了四个特殊技能 怪力冲浪 然后巢炫 还有剪切 就让他来过渡一下这个回合 然后用我们的胡帝 把他给解决了 没什么问题 他要用铁甲暴龙了 我们直接用冰冻拳打他吧 虽然说用水系技能会更好 但是我们就省得换精灵了 尽快的击败小帽 也不是小帽啊 他是轻率是吧 轻率还是 60级了 他放出了暴力龙 对面的阵容还是挺不错的 叶弹树 叶弹树 叶弹树是 曾田顺一最喜欢的精灵 因为他长得很像怪兽 也是当时他们初代设定的最像口袋妖怪的妖怪 他用了一颗全满药 我们继续用火之前平推一下就行 毕竟我们湖地的位置还是比较强的 最后一只是我们的风速狗 我们直接用意念平推 哇 他这只风速狗居然会喷射火焰 他应该就是卡地狗到50级学的喷射火焰 然后再进化成风速狗 我们直接两发 他会神速 为什么他这只风速狗 他这只风速狗为什么是这样的 两个技能都能学 那我们就用快龙了 我就不客气了 我们也用神速 我的快龙还学了个兵权 到时候为了打龙系天王刷等级刷得快一点 但是如果我们能一次性打败赤红的话 我们也就不需要刷等级了 现在这个阵容还是有点吃力的 因为最高也才60级 赤红都是80多级 我们击败了小冒 青绿 然后拿到了地面徽章 这样的话我们八个徽章都打赢了 我们现在要去到大木博士的研究所 他能够给我们 通往白银山的凭阵 哇 这个毕竟太熟悉了 他说我们可以去到白银山了 白银山里面都是很强大的宝可梦 甚至还有最强大的训练师 我们现在已经捉到了90多只精灵 OK 那么我们直接去到白银山 我们先到最近的城市 恢复一下 然后直接去白银山就行了 出发吧 往这边走 这边的话呢 就是一带 一带打天王的那条路 这个路上的精灵等级是真的挺低的 这预精灵的概率还是挺高 如果不开喷雾剂的话 然后我们这一集的结尾呢 应该是走到我们轻律的面前 下一集我们正式和轻律对战 轻律这样的训练师 也不是轻律 说错了 我们走到赤红的面前 赤红这个等级的训练师 值得我们用一整集时间跟他好好对战 小火马我们已经捉过一只了 虽然说这边等级更高 但是没有必要再跟他对战 我们开一个喷雾剂吧 不然的话路上遇到精灵 消耗的时间确实是有点多了 还有四个 我们直接往这边走 这里也有一个精灵中心 我们先回复一下 看看能不能标记一下 到时候直接飞这边 但是我猜应该是不行的 在第二世代里面 好像是只能飞有道馆的城市的 那么我们直接往这走 这里还是需要闪光的 我现在身上没有带闪光的精灵 比较麻烦 那我们去把那个大前蟹换回来吧 之前我们是用呆河马的 呆河马带了闪光 主要是大前蟹 我们给他带了剪切 聚前蟹 那把聚前蟹存回去 然后把呆河马给取出来 这是最近抓的一些精灵 把戴河马取出来 等我们好像不是给戴河马学的剪切 我们是给那个 我们不需要剪切 我们要照明 对对对 我最近我今天刚刚起床 脑子有点昏昏沉沉的 讲话都讲不清楚 那么我们用呆河马的 flash把这个山洞给照亮 然后因为我也是第一次来 第二世代的这个山洞 所以说如果有哪里走错的话 希望能够原谅我 我也是第一次来这 我们在这个山顶走到尽头呢 就能遇到我们的赤红了 现在的话呢 我们尽可能的 把那个 喷雾剂多消耗一点 然后路上能够捡到什么东西呢 我们都捡一下 往上走 这里有一个洞 不太容易被发现 又找到一个高级球 这里好像要冲浪呀 我们没有带会冲浪的精灵 就比较麻烦了 可以冲 但是我们现在先不冲浪 先继续往上走 这里可以看到我们已经到达这里了 好